我一劫一劫数了数 这列美国00兄弟马戏团的火车 一共挂了62节车厢 这家马戏团有红色和蓝色两组这样的专列 从1890年到2017年 120多年时间里 00专列往来于美国各地 在我们今天熟悉的手机网络电影电视之前 真人的马戏表演是最受人们喜欢的娱乐项目 马戏团每到一地 大家都围过来 等着车厢门打开 就像看魔术表演 你不知道会从里面走出什么来 00马戏团高光的一刻是1919年3月 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演出 参演的演员多达2000人 还有400匹马 25头大象 30匹骆驼 那时 剧团一年的盈利都在百万美元以上 老板也是当时 美国最富有的商人 我脑子里的马戏班子都是小打小闹走街串向没几个人 而00兄弟能做到这样大的规模 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 和他们表演的节目一样 00兄弟的成功也非常精彩 是五个乡村孩子一路逆袭的故事 19世纪初 00兄弟的父亲从德国移民来到美国威斯康辛州 不久同意为法国移民结婚并养育了八个孩子 全家人靠坐马具为业 1870年的一天 一个小马戏团来到镇里表演 并请林林家帮忙修理一些东西 作为回报 送了林林家几张免费门票 这让兄弟几个第一次看到了马戏表演 虽然只是很简单的几个动物和杂技节目 但林林兄弟顿时就被迷住了 尤其是18岁的大哥艾尔 决定加入马戏这一行 开始跟着马戏班各地表演 1882年 另外四个兄弟也加入艾尔 他们在后院开始练习奇数和杂技 一个农闲冬天的晚上 兄弟五人在镇里小广场完成了首秀 启动资金只有五美元 其中花了一半印刷广告和节目单 演出的节目虽然很简单 很业余 可是非常受欢迎 接下来 兄弟五人驾着马车上路 开始各地巡演 到了地方 支起个小棚子就开始演出 空闲时间 他们几个就练习杂耍 学习乐器 打磨新节目 他们第一次巡演的收入大约有300美元 相当现在9000美元 这样闯荡两年后 1884年 林林兄弟回到家乡 从银行贷款了1000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3万美元 添置了正规装备 包括马匹 马车 服装 帆布棚等等 正式开始各地巡演 兄弟五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但进行了详细分工 有的负责节目安排 有的打理演出地的具体事务 有的负责宣传推广 有的负责财务 兄弟间互相信任 重大事情五人一起商量决定 每次演出收入评分 在节目上 00兄弟非常尊重传统的家庭观念 拒绝像有的剧团那样 以女演员衣着暴露来吸引观众 也拒绝给地方官员和地痞们 塞买路前保护费 以真本是赢得观众 每到一个新地方 以全团的游行开始 五颜六色的服装 精湛的杂耍表演 再加上各种训练过的动物 引来人们围观 其中最吸引人的 是一辆40匹马拉的金色马车 为了扩大演出范围 1890年 00兄弟决定用火车替代马车 这样他们走出中西部 将演出地域大大拓展 当时的00专列 有22节车厢 载着几十位演员 130匹马 五头骆驼 四头大象 三只狮子和一头犀牛 后来 00马戏团变成了马戏村 有了自己的邮局 理发店和满足1200人 同时就餐的大棚餐厅 1900年前后 美国有规模的马戏团 除了00兄弟马戏团 还有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是早期两个著名马戏团合并成立的 他们同00兄弟有约定 00演出范围在中西部 他们则在东部 因为00兄弟没有在费城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演出过 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瞧不上00的表演 1897年 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到欧洲巡演 而且一眼就是若干年 00兄弟充分抓住这个空隙 迅速占领了东部市场 而且越做越大 1905年 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回到美国 他们发现自己在规模合表演上 已经被00甩出了一大截 一年后 00兄弟决定买下竞争对手 这样打通东部和中西部市场 虽然当时五个兄弟间 三人反对 两人赞成 最终还是以41万美元 现在的1200万美元完成收购 此后 他们仍保留巴纳姆 贝利马戏团和00兄弟马戏团的名称 同时经营两家剧团 兄弟几人也都成为百万富翁 他们到个州演出 州长都出面会见 甚至到华盛顿演出 总统也接见兄弟几个 收购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的事情也和铁路大亨 钢铁大王的故事一样流传 兄弟几人也开始在地产 石油等领域投资 他们在纽约和佛罗里达萨拉索塔都购置了地产 花500日红 演出虽然一直顺利 但先后有三个兄弟辞世 到1919年 只剩下约翰和查尔斯两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很多资源以及铁路运输变得紧张 于是两个马戏团合并成一个 林林兄弟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 合并后的剧团拿出的节目 也是以前两个剧团最好的 并用地球最棒的表演为口号 年复一年在美国各地演出 不过 在世的两兄弟约翰林林和查尔斯林林个性都很强 以前有其他兄弟从中周旋 后来没有缓冲地带 两人经常爆发争斗 甚至再不来往 1929年股市暴跌 约翰损失了大部分财富 更糟的是 他无法在各个账户间调动资金 利息累计滚动 导致欠债百万 约翰后来一直忙于处理债务 1936年 约翰林林去世 五兄弟的故事结束 马戏团交给家族后代经营 二战爆发后 人力物力都受战时调配影响 马戏团生意规模也俱减 战后也只能继续维持 1950年后 美国家庭都有了汽车 不用再等送上门的娱乐节目 电视也让人不出门就可以自娱自乐 马戏表演没有以前哄哄 林林家族后人也无意继续经营 1967年 在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林林家族签署了转让协议 接手的公司一直继续保留 林林兄弟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的名字 一百多年的经营 让林林马戏团在管理上很有章法 马戏团自己不养眼人 看众好的节目和演员 就以合同方式签约 这样保障了节目质量 同时也能及时更新 很多演员也常年住在火车上 依照知名度和节目重要程度的不同 待遇也不一样 有的享有单独的包厢 有的择挤在上下铺 老板约翰林林有节专用车厢 里面有餐厅、卧室、办公室和浴室 约翰就常在奔驰的车厢里和演员谈判签约 即使后来林林马戏团换了主人 很多经营方式还是保留下来 在查到的资料里 1986年中国的上海杂技团 就参与了林林马戏团的学会演出 2013年 中国杂技团30人组成的林林项目组 带着国内国际或金奖的保留节目 抖空竹、翘花旦、车技、地圈等 参与林林学会演出长达三年的时间 另一个来自黑龙江杂技团的表演组 2016年起 参与了林林为期一年的第146届巡演 从他们的介绍 可以看出林林马戏团演出的高强度和高密度 一年中 蓝色列车行程25000公里 穿越27个州 在30个城市 演出了321场 观众达350万人次 黑龙江杂技团的演员还见证参与了 林林兄弟马戏团的最后一场表演 2017年5月21日 林林兄弟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 在纽约长岛做了告别演出 马戏团最终羡慕的原因 一方面是娱乐市场的变化 观众在近十年中减少了四成 而演出运营成本在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是动物保护团体一直指责马戏团 虐待大象 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州开始法律禁止野生动物表演 读完林林兄弟的故事 我特意询问了两位美国老人 他们是否看过林林兄弟的演出 一位老人回忆 1956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宾州匹兹堡看过 另一位也说 小时候自己看过好多次 仍然记得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再看到 林林兄弟马戏团的表演 但佛罗里达的萨拉索塔林林博物馆 留下了很多回忆 这里是约翰林林的宅邸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旁边是马戏博物馆 展示马戏团用过的道具服装 还有一个战地有篮球场一般大的 微缩马戏世界模型 里面微妙微笑的演员有1500多位 各种车辆150多辆 还有上千的观众 模型的制作花费了博物馆50年时间 费用达到百万美元 这里还有一座约翰林林捐赠的艺术博物馆 收藏了2800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品 您能看到古希腊的雕塑 中国的青铜 日本的瓷器 以及丰富的欧洲绘画 可以说是一部艺术简史的全面展示 我也是从这里开始 认识了解 005兄弟的不朽传奇 车达到车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